差不多 但是回到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观点这部分呢 哪一队更能说服我们呢 或者说哪一队犯的错误更少呢 支持公司这一方 他们的选手是强的 他们的方向打平 朱一轩同学提的有一些观点 我觉得不好 支持员工一方打得比较顺 选手比较平均 没有一个强势强推我的观点 他的压倒优势 没有化成现场那种压倒气氛 我们认为是反对解除的一方 这个要服务奖 果然像我们一开始猜的那样 虽然他们没有太多经验 但是他们很平均 毕竟是辩论赛 然后我们看到每个人 也有自己的表现 所以我们在评出来 哪一队获胜之后呢 又对每一队的最佳辩手 做了一个讨论 我们先说支持解除这一方 肯定是义成 我们讨论下来呢 认为刘宇成表现最好 表现最好的体验在哪呢 体验在文 就是和其他的你的队友比起来 你的表现是最笨的 像一个职业律师的说话的风格 然后反对解除这一方呢 其实我们有一点讨论 和我们一样 我们也讨论了 丁辉和曲格林表现都很好 怎么那么的一致 我们认为丁辉呢 也很稳 也很职业 确实是像一个 做过颜律师 并有过初心经历的 这样一个律师的表现 挺快 徐德林呢 我们认为 虽然看起来还是比较稚嫩的 没有那么多的经验 但我们没有想到 你能把整个这个手辫 这个立论这个事 做得这么好 在拽脚是超出我们预期的 然后在你们两个人之间呢 我们在想 到底谁更好 这个问题 因为实际上是一个 没有经验的实习生 和一个 有经验的实习生的比较 所以我们在想 如果说 徐德林给你三年 或者甚至五年的时间 你能不能做得比丁辉 现在做得更好 或者反过来讲 我们说丁辉 如果你回到刚毕业的时候 你做手辫 你有没有可能 像徐德林做得这样更好 没问题 丁辉 我们感觉呢 徐德林的潜力 会更大一些 所以我们想把这个 对家变手给徐德林 还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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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天哪 你太老不信了 你真的太老不信了 你真的太老不信了 走了 谢谢你 给我个门 我摔门 我要摔门而去 你还能够刺罚一杯呢 我备孕的 刺罚什么 哇 真的 真的是泽灵 第二个话题呢是 要把备选实习生分个组 到底由哪位代交律师来带 我先把王律师的选择说出来 然后我们其他的这个代交律师呢 会把自己的选择说出来 但我们之前没有交流 我们也不知道 到底有没有可能 比如说两人选一个 或者说有人没人选 所以如果出现了 两个人选一个这个情况呢 那这位被选的这位幸运儿 他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 那我先说王律师的选择 丁辉 王律师可能真会选丁辉 对 丁辉 王律师选择的是丁辉 总算退了一回苍天哪 你的cd真的好强烈 稳稳的 恭喜 恭喜 王律师认为你的表达还是很不错的 而且他也看到你的努力 或者说之前可能存在的问题的改变吧 嗯 好我一定努力 我觉得我要选王云飞 王云飞同学很偏心 官方上没有当队长 其实承担很多队长的工作 今天呢其实准备的也不错 但是现场表现欠价 原因呢就是没睡觉 我从来都不表扬没睡觉 没睡觉就是该批准 因为你如果你第二天有个重要的会议 有个重要的仲裁或者出庭 或者需要你拿出精气神的时候 不是一样的 不是一样的 这个我们以后可以再 再去慢慢的 把这个时间的节奏把握住 我选的是那个詹秋怡同学 这影面色的时候 就比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因为你外表看上去很柔弱 但是其实你有一颗强大的内心 我是看中您这股劲 谢谢两人 我选的正好是 那个没有被选的同学 哦 玉成 玉成 我是觉得玉成本身 其实表现得非常好 而且实际上 我和老肖 包括你两天 我也知道你很多时候 在法律基础上 可能比较深厚一些 所以你会给大家一些 更偏向法律的意见吧 包括整个这个过程中呢 你是勇于承担四变的这个角色 压力蛮大的 欢迎你 谢谢 好 那就没架打 没有了 没架打了 那请吧 上会吧 我是孤零零的了 我妈出现什么意外没有人悬我 就完了 完了 我甚至都没有想到我们一样 我以为最佳变手是王颖 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们竟然能成为最佳变手 嗯 赶紧回去补一觉 吃点感冒药 精力非常 是吗 怎么会这么觉得呢 怎么会这么觉得呢 因为 先屏搏一下心情 哎 先屏图一下心情 谢谢